捕捉人的动作姿态 包括你守护的动作姿态 比如这位先生他的手上 有和我一样的一个动作捕捉手套 那么可以捕捉他守护的动作 同时也能捕捉他全身的动作姿态 这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传统的工作 我们传统的业务呢 是给像好莱坞 像美剧 大制作 动画片 游戏的制作 这样的一些企业 提供动作捕捉的设备和服务 比如说 今年刚刚得了十几个爱美奖的权利的游戏 这个美剧的制作团队 他们在获奖的时候 就感谢了我们 因为他们几乎所有的大尺度的 多人的动作不多设备 都是用的是我们的品牌 简单的介绍我们自己 我们来讨论一下 那么传统的游戏 我们是怎么玩的呢 在传统的游戏的工作的语境下边 我们用过很多很多不同的输入设备 我们用触摸屏 我们用体感设备 我们用游戏控制器 我们用鼠标键盘 对吧 这是我们大家传统的游戏是怎么玩的 那么现在 我们其实有了多的一种自由度 或者说我们的两维世界变成了三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由度的扩展 但也给我们的游戏设计和思考 输入输出设备的设计和思考 带来了很多的挑战 也带了很多的机遇 那么我们已经有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输入手段 我们有传统游戏控制器 按钮摇杆对吧 我们有体感的动作控制器 最有名的设计设备 当年卖了很多很多 我们有基于工学的动作姿 基于惯性传感器的动作姿 我们有像这样的数据手套 我们甚至有全向跑步机等等等等 但是这么多的输入输出设备 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输入输出设备 来适应像HTC VIVE这样的大尺度大空间的游戏交互呢 这个是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最主要的特点 那么我们往后站一步 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市场上 做的非常非常好的这些虚拟现实的解决方案 HTC VIVE是其中的撬除 但是我们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 大家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列举在这里的三家企业 都给了你们同一个解决方案 到最后大家给了你们两根棒子 而且是在跟有精准的 六自由度控制的这么一个棒子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对于大家的游戏的内容 或者说非游戏的一些内容 用两根六自由度的控制器去玩 而是体验非常好的 但是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内容 我们希望有其他的输入方式呢 如果能够在虚拟现实当中 看到自己的身体 看到自己的手 或者说可以用到其他种类 其他形状 其他功能的道具 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更有意思 或者是激发出游戏制作者 更多的一些巧思呢 所以这个呢 是今天想要跟大家探讨的 主要的一个议题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两个小的demo 我会邀请我的图室 Mr.Kabas Balman 他是我们公司的游戏开发总监 Toby, please 来和我一起介绍这两个小游戏 现在我会把我的翻验器 交给Toby 请Toby来介绍这两个游戏 但是我会去准备一下简单的demo OK, so I'd like to do a lot of prototyping and today we want to demonstrate two very interesting concepts we've explored since the VIF controller uses the absolute positioning and rotation in space you can bring any physical object into the virtual world by simply attaching the controller on to the object and replicating its size and shape in the virtual in the game sorry in the example you see on the screen we used an ordinary toy gun and enhanced it in the virtual world by doing so it feels much more physical and much more tactile to hold the gun as opposed to we use a simple controller it has a lot more weight and it feels much more physical to use it it also ensures that whatever you see in the virtual world is exactly what you feel and can touch in the real world of course only for the gun medics this makes the gun very natural mak rather a the INE he sustainable we use the gun for the gun